这里就是司马上父子软禁后主刘善的二斗寨 刘善投降以后 他的晚间生活到底过得如何 是不是乐不不属 为什么他选择安大于死 而不亏在于全都 陪伴着自己的父亲刘备呢 这里位于河南贺壁赫山区 与安阳交界更靠近安阳 景色十分优美 非常适合大家来这里旅游打卡 严学 您看我旁边这个寨墙 这个寨子 据说就是当年刘善投降以后 被司马昭父子软禁的地方 名曰安乐寨 您看这都是原构件啊 安乐寨三个字还可以看得出来 门口有一个隐蔽墙 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乐字 因为司马昭封刘善为安乐宫 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乐字呀 气不打一出来 刘关张三兄弟 沃隆奉出法政的人的加持 竟然没有统一天下 让司马家族老贼竟然统一了天下 所以落了一个乐不思索的下场 来气呀 您说气不气 咱们现在走进安乐寨 了解一下他里边的情况啊 你看这满满的历史感啊 就像一个时空隧道一样 我们回到1800的以前 看一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刘善出生在今天的河南西野 母亲是甘妇人 刘备可以说是晚年得子 非常的开心 又梦到七星扰月 所以再加上有一个养子 名为刘峰 就给这个孩子取名为了刘善 刘善刘峰合在一起 就是风扇 古时候谁才有资格 叹山风扇呢 一定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帝王 才能够干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事情上你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个 刘备认为自己可以统一天下 并且一定是一位明君圣祖 第二点 他对这个孩子寄许了很大的希望 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寄往开来 这个就是阿斗寨供奉刘善的庙宇了 据说就是刘善的老宅所在 刘善在这里居住了八年时间 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咱们一起走进这个庙宇 看看刘善到底有没有资格 凭什么能够被百姓给供奉起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现在正在修缮当中 连一个山门都没有 刘善失去实践以后 就在这里养养花种种草 但是没有想到 附近的百姓过得是非常的贫苦 因为四川地区啊 适合种花草 刘善也比较喜欢摆弄花草 有着很高的技艺 于是刘善就做了一个决定 放下自己的身价 帮助百姓来修缮花草 教授他们如何来种植花草 使得当地一千八百多年前 百姓不至于饿肚子 因此刘善也被当地人称之为花神 在这里给他建了一个花神庙 供奉刘善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我在这里逛了一圈 所谓的花神庙 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刘善的身影也不在这里边 看来 即使对当地有着很大的贡献 也摆脱不了世俗对他的评价 您说是不是 您看这个房子 这里边供奉的是七天大圣孙悟空 悟空两个字清晰可见 没有刘善 您看这一个 供奉的是刘善的好二叔 关羽 关云长 就是不见刘善的身影 那么刘善在什么地方呢 那个位置就是刘善长眠的地方 刘善为什么宁愿在这里安葬 也不愿意回去 回到成都陪伴着自己的父亲刘备呢 刘善真的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吗 他需要人陪吗 这里就是刘善的牧种了 并没有在成都 而是在阿斗寨 为什么没有选择归到于成都 陪伴着自己的父亲刘备呢 不是因为无言面对蜀汉父老 而是因为当时他正处于软禁期间 身不由己啊 他也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在位能够超过四十年的皇帝 也是三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十七岁登基 诸葛亮扶持了十一年 剩下的三十年 他可是没有当傀儡的啊 投降以后又在这里活了八年时间 受众正经的时候活了六十五岁 您说他是不是有福之人 您说他需要福吗 他压根就不需要福 会不会有人在质疑刘夕的能力呢 为啥不跑呢 给大家说一下阿斗寨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他就在整个山坡的最上方 你看这周围三面环水 下方有前属村后属村 据说就是刘夕的后代 没有水的一侧 他有重兵把守 有姓司马 他怎么跑啊 跑不掉的 一千八百多年以后 您可以看一下 阿斗寨风景依旧 您可以想象一下 刘善除了跑不掉以外 在这里 他还是受到大压推动的 可以在这里养养花 种种草 可以评评明 已经看待了人世间的争动 这何尝不是一种 非常难得的惬意和幸运呢 您说刘善是不是有福之人